回家后,大S给汪小飞画了一幅画,上边是一个女孩子打羽毛球的时候,尿裤子了,只得修修地回去换衣服。 这时候汪小飞才明白大S并非故意要与汪小飞作对或者和汪小飞的朋友不合,实在是身体不适,裤子脏了回去换。 汪小飞还爆出自己和大S生活中也常常伴嘴,当然这个也能理解,生活中盘叠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。 不过此时大S都会给汪小飞画一幅画去说明去和解,原来大S把画当成了二人沟通的桥梁。 给汪小飞最深的一次,大S还顺手写上了,老娘不计前嫌,你也要自己注意弹跳。 汪小飞解释弹跳是大S给自己起的绰号,意思是汪小飞的脾气有些火爆,一遇事就想跳起来,大S是想让他收敛一下,学会控制一下自己的火爆脾气,汪小飞也意识到了这点,也趁要改正。 但是江山一改本性难移,时隔这么多年,直到二人离婚了,汪小飞都没有改变过来。 就在最近,因为葛思奇接汪小飞的短,汪小飞的弹跳脾气就又上来了。 控制不住自己在社交媒体上,大街大S的短,事后,他想想不对,又赶紧删除,并且赶紧向大S和自己的孩子姥姥道歉,但均没有得到原谅。 这件事不免让人想到大S在与汪小飞的生活过程中,不知道遇到了多少这样的事,一个控制不住自己脾气,动不动就和老婆撕的人,怎么能够不让人厌恶? 怪不得大S曾说自己在婚姻中痛苦呢? 二人来自不同的地方,因为文化差异,生活中免不了磕磕绊绊,这已经让大S够瘦了。 想一想,一个女孩子千里迢迢嫁给汪小飞,生活中再得不到理解和包容,心里怎么会安宁? 在之前的综艺节目中,大S已经无意识地说出了自己的不如意。 大S说之前都是爸爸帮自己剥虾,还说没有男人帮自己剥虾,他就不吃了。 后来嫁给汪小飞后,汪小飞不给他剥,他就不吃。 当时从镜头中,可以看出来,汪小飞对此事也是一肚子意见,但也不好意思发作,只好忍着帮大S剥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